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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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這也太好玩了吧 好特別的聲音哦 老師這是什麼啊 是啊 這是我們周族的風笛 它在山區裡面是一個重要的通訊工具 它做的時候是要用很大的竹片 然後綁住一個繩子 然後再用大的竹竿來甩 所以你想想看喔 在山谷裡面這個聲音可以船好幾公里喔 應該很大聲吧 那快來教教我們怎麼做吧 好,沒問題 所需材料與製作方法 好,我們的製作材料有 三隻乒乓棍或者是鴨舌板都可以 然後還要有單骨的細繩 像這樣細的繩子 然後呢,把這三隻乒乓棍 把它用膠布交在一起 增加它的質量 然後細繩穿過這個洞 然後就可以甩了 就一定可以成功 每一個人都可以成功 好,我們現在來解釋一下這個繩子喔 繩子一定要選這種單骨的繩子就好了 你千萬不要選這種很粗的繩子 但是事實上它一拆開來是三骨的 這種比較不容易成功 因為三骨繩子它的方向不一 所以會產生一個交互作用 讓你的效果沒辦法顯現出來 所以大家選的時候就選這種單骨的每一繩子就好了 操作方式與遠離 是,當這個風笛你施以圓周運動的時候 無論是圓周小或是圓周大 它都一樣會產生很大的聲音喔 而且也會有上飄跟下沉的一個運動 你看喔 如果我這樣蹲下來的話 你就可以明顯看到是上飄 這是下沉喔 這是上飄 這是下沉 這是上飄 這是下沉 好 原來是這樣子的原理喔 是的,你體會的還蠻快的喔 風笛的典故 風笛曾是周族用來傳遞訊息的工具 透過三骨的回音 可以通知族人敵人來了 也可以作為其餘的法器及感鳥器 如今則作為童玩及一年一度的周族生命鬥計 開幕一次用 謝謝老師今天的教學 是 以後我要用這個來複換我家的Lucky囉 喔 Lucky, where are you?